我其实觉得自己做妈妈做的不怎么样 还行吧 我经常也是让孩子给我提反馈 觉得我做的怎么样 经常提到的反馈 生气的时候就会有点累 大儿子给我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 说妈妈你这个 为什么你说生气是不对的 但你生气的时候永远是对的 哇我觉得太有哲理了 我记得还有一次 老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后来发现是老大把他惹毛的 我就非常生气的去训斥老大 然后老大就跟我说 妈妈我知道 你其实并不是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你只不过是 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责的人 来make you feel better 这样你就可以感觉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有深度了 但另外一方面 我想什么激励我不断进步 就说其实孩子眼里的你 又经常是特别完美的 妈妈很好 然后呢喜欢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我们家老二 我说这个 如果你给妈妈打分 这个零到一百分 你给妈妈打多少分 当时想能不能打个八十分啊 九十分啊 我们一般都这么想 然后我老二那时候 可能六五岁吧 然后就抱着我 说妈妈 我给你打一亿分 我当时心都化了 眼泪都掉下了 所以我是觉得孩子的这些 这些对你的褒奖也好 对你的爱也好 对那些一针见血的批评 然后你无底自容的职责也好 都是我们的镜子 然后因为有孩子 这些天使的存在在我们身边 能够让我们通过这个看到一个特别真实的自己 感谢孩子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觉知 我想最终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走上一条觉知之路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 他为什么好行为 他为什么好 他为什么这么好行为 他 他为什么好 其实我们总说孩子的起跑线 天花板 我想其实真正的孩子的起跑线和天花板 实际上是他周围的成人的这个觉知的能力 我觉得我们的觉知在这个水平 孩子就很难通过我们的水平到上一个水平 所以当你是把孩子看成是一种充满爱的 充满无限可能的 那孩子就可以成长成这个样子 就我们的觉知其实是对孩子有巨大的引导的作用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孩子特别特别棒的所谓的起跑线 还有一点想分享 我想就是其实孩子不管我们做怎么大的努力 孩子成长的道路都是需要自己去走 你所有通过的痛苦挣扎迷茫 孩子都会通过 那我们做父母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意义 实际上是那一层底层的情感的色调 和底层的他对他自己的接纳 当他能够接纳自己 那他就会把很多挑战视为他成长的机会 然后他对社会的和对世界的底色 是暖色的 是接受的 是拥抱的 是希望他变得更好的 我想我们能带来这样的一层底色 那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礼物 他就一直在这里 他没请打电脑或者 或者是什么 啊对 对对对 能不能让他跟我说一些东西啊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谢谢